大家好 我是小丁丁雨昕 很高兴来到快乐大北营 第一次来上大北营 然后现在有两部作品 都非常受关注 一个是韵色 一个是陈千千 然后因为都在5月播出 所以她被大家称作是 5月男友 然后她最近也有很多的苦恼 会有一点困扰 因为前期的时候 比如说韵色正播的时候 会有一些采访什么的 但是她那些采访 她们是在两部剧 都播了之后再放出来的 所以会有人觉得说 为什么你只宣传运色 不宣传另外一遍 但其实不是那样的辣 不是那样的辣 急了 王子森撒娇 生气可爱是要的 没事 虽然是第一次来 但是音乐 因为音乐我们拉近了距离 我是杰哥的歌迷 是否爱上一个人 不问明天过后 山明和水晓 都比你有看头 rest of its literal 哎 现在 wardrobe 都比你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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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都比我有看头 哈哈哈 不比你有看头 不是不比我有看头啊 不是不比我有看头啊 你还互动了一下 你是��게요 不行不行 都比我有看头 哈哈哈 챙着你的手 一直走 走 周 瓜瓜 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 见到娜娜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你是提前 布了很大的一谈期 追星成功 追星成功 都比我有看头 都比我有看头 主要是小丁也没有想到 这两个剧这么近的 就播了是不是 对 我其实有点意外 所以之前的时候 两边都想很好的宣传 第一没有遇到过 而且很少有人 那么近的播两部剧 而且都火了 小丁做到了 所以小丁 你经过这次端水 真的感觉你成熟了 而且自己也会创作歌词 山梅河水修 不比你有看头 大点又错了 眼睛朝着远处 还看了一下 使劲想了一下 我太难了 雨昕其实现在 这个状况已经缓解了吗 环境很多 大家熟悉我之后会发现 我对于我每一个 速写版的角色 其实都是同样喜爱 所以我对他们的付出 和用心和爱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就是个新人演员 我哪敢 那你现在发微博什么的 还必须要带话题吗 哪个都不敢带 不过也特别为小丁开心 对啊 她会这样 还是因为两个角色深入人心 谢谢欧老师 祝福你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剧 同时播出 好 腿软 腿软 吓人 还是不要排这么密了 对不对 好 谢谢 来 第一题 请听好 你跟你的兄弟一起去小卖布 正在开心地商量 开心地商量 要买什么的粉 突然兄弟说 我女朋友在后边 你回头一看 是你暗恋的女生 快要毕业的时候 你兄弟跟你说 有人在楼下找你 说要跟你说重要的话 这个时候 你下楼找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那个约你的人 突然听到有一个女生说 丁雨昕我喜欢你 回头一看 是你暗恋的那个女孩 你暗恋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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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暗恋的女孩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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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抬头有 抬头有杀到 有杀到 心动啊 糟糕眼神躲不掉 像是就像要逃跑 我与你就好想 灰心雨地就正在相撞 最后有被这种 纯纯的爱感动 毕业之后很多年 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心仪的工作 这一天你来报到 人事部说去见大老板吧 你走进办公室 发现没有人 这个时候突然门被推开 有人说林雨昕 怎么是你 回头一看 老板是自己的前女友 第一名是大勋 第二是雨昕 第三是海盗 第四是大陆 好 来来来 我知道我知道 海盗 大勋 然后最后那个山 那个嘴的大小 嘴的大小 先是小的 再是大的 先是小的 我嘴其实也不小 好的 给大陆道歉 小丁也蛮大的听说 对不起对不起大陆 朋友这边还有大陆指着说 小丁也不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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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招女孩喜欢 招女孩喜欢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啊 好 来 维加 魅力指数 嗯 魅力指数对了 答对了 答对了 恭喜这位朋友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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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大勋 是个老实人 然后呢 为什么觉得是雨昕呢 觉得既然都是梦 为什么不梦个大的 排名第一 吴欣 第二 凌云 第三 谢娜 第四 请来 雨昕 谁的泡脚筒最豪华 呃 泡脚筒最豪华 有道理 有道理 不对 听一些 最爱网购 最爱网购 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啊 啊 干嘛 是吗 帅 哦 这回秦岚排在第一 吴欣排在第二 凌云排在第三 娜娜居然排到了第四 第四 来 来 谁最温柔 你觉得娜娜是这四个女生当中最不温柔的 圣明和水熊都比我有滩头 好 不对 黄大陆 我 雨昕和维嘉这一题是什么 来 提示啊 来 提示啊 来 谁在家最不喜欢穿衣服 最不喜欢穿衣服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情况 你也知道你自己的情况 所以你觉得你在家是穿几件 你排到第三 然后大陆是穿几件 她排在第一 你穿多少件才能排到第四 我带你要穿羽绒 你在家穿 我觉得可以让雨昕说一下 因为雨昕第一次来大本营 来之前她其实是有一些紧张的 因为我们之前在演员的品格相见相识 然后成为朋友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我在节目里面还跟 我管他们叫宰宰 我说宰宰们我在大本营等着你们 然后就希望他们有一天 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来 然后呢 雨昕这次 一下还带两个作品 都那么成功 所以我们很开心 但是她可能会有点小紧张 你觉得看到快乐家族的 这五个哥哥姐姐 你的感觉是什么 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我其实初中的时候 我家的墙上还贴过 快乐家族的海报 所以就感觉从电视机那边 到了电视机里面就 明白 很幸福 是的 对 你看到我有害怕吗 没有啊 看看到真的 不是 看到她没害怕 唱错歌词就有没有害怕 有有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 山明和水秀是留给我的 而你是留给杰哥看 不要解释了 哈哈哈哈 K.O 准备了好久想说怎么办 想说一个图位情话挽回一下 结果被 那他说不要再说了 哈哈哈